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9月13日 英女皇逝世 在英國各處 很多人紛紛走上街頭悼獵 英女皇逝世真的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她在位70年 在英國最長的君主 不僅在英國古今中外 也很少看到能夠執政70年 在過去70年 我們看到的紙幣、郵票、硬幣 在政府辦事處 警局也掛著英女皇的頭像 在香港是這樣的 在倫敦的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倫敦我的朋友說很不習慣 因為以前唱歌《God save the Queen》 現在要轉唱《God save the King》 現在我們有新王 有King 自從喬治 兩位喬治之後 英國也是Queen的 沒有King的 現在就有King Charles III 所以很不習慣 在倫敦街頭 那些花店的花一早就賣光了 那些人紛紛走上白金漢宮 跟女皇獻花 在香港也不例外 香港 英國駐港領事館 大排長龍 NOW TV 剪了訪問 下架 因為那些人說是人心所向 甚至乎有些人就透過悼念英女皇 就感慨香港現在搞成這樣 以前港英殖民地的時期 香港有人主民權法治 自由 平等 現在就淪落至今了 這種大公報 小粉紅 當然是看不過眼 戰狼外交當然是不能夠接受 原因是什麼? 原因在他們的角度 香港由亂及治 現在不是太平盛勢呢? 香港回歸中國是人心所向 因為以前你們要做二等公民 英國人有沒有給民主? 沒有 以前你們是別人的走狗 現在就成為中國人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現在就好了 他們的論述 是一種政治的論述 不是一種事實的論述 政治論述是講他們的政治觀點 不是講一個客觀的事實 現在事實上 很多人去悼念英女皇 大公報就說從英女皇逝世 看香港的去殖化 他就說 香港還有一些人亂籍 所以證明了 國安法和國安教育 是有作用的 有用的 如果以前沒有這些事情 所以就出現了這麼多人亂籍 現在有了 有亂及治 香港就重回正軌了 可以想像幾年之後 香港人就真正做到人心的回歸了 他們這麼說 不是的 習近平明明說了 香港已經二次回歸 人心回歸了 但是他認為 現在還有一些人是亂籍 甚至乎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是單膝跪擺英女皇 這些就是戀籍 他根本還沒出生的 九七前 九七前我已經長大成人了 但是他們還沒出生的 所以 這些就是被黃絲 KOL 誤導了 被人洗腦了 這就是大公報評論的重點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 事實上 他們對於香港的評論都是政治觀點 不是實際的 不是歷史事實的 當然我認為 有一些人戀籍的原因是因為 心理學上的遺憾妄想症 遺憾妄想症這個名詞 其實我相信是我發明的 因為在我十幾年前寫的一本書叫做《愛情通識》 後來改版叫做《戀愛研究所》 這本書 詳細地談及到我對於愛情觀點的理解 因為很多人跟現任的女朋友或者老婆 又或者老公、男朋友一起了之後 老公、男朋友對你不好 他打你 加暴 你就自然懷面以前的男朋友 可能以前的男朋友對你也不好 不細心、不溫柔的 但是你就會覺得 他打你 以前那個當然好很多 以前那個不疼你而已 不細心、不溫柔 你生日不記得 結婚周年而已 但是 他愛你啊 他給你自由啊 他對你好 他尊重你啊 因為他沒有打你 他沒有打你 你自然美化了他 這種叫遺憾妄想症 香港有一些人對於殖民地 他們可能真的殖民地的歷史真的不夠理解 甚至乎還沒在殖民地生活過 他們有遺憾妄想症的正常 但是 歷史事實就是殖民地時期 香港是比起中國 比起其他華人的地區 生活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 是高度很多 那麼 這不是我的觀點 我引用過很多次 孫中山先生 1924年的時候 在香港大學陸又堂的演講 他是證實了這一點的 他講了很多的看法 就是對於香港和大陸 他就說在香港 治安很好 在大陸除了警察 那些打奸的人有槍 在香港 喂 治安很良好 警察有槍 平民不需要帶槍外出 這是第一 第二 香港很整潔 衛生很好 使用很好 香港人的生活很好 他就說了很多 他就說 為什麼呢? 這個 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 因為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 而內地以數千年 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 即佈置如斯妥當 他回到中國大陸 跟父老聊 那些父老是不理解的 那麼他就說 應該要怎樣? 要仿效香港 整頓地方 大陸要仿效香港要整頓地方 每次放假 回到香港 他以前是在香港讀書的 所以孫中山是香港人 那個年代在香港生活 香港讀書 就有香港身份了 就是香港人 那麼他們每次回香港 再回鄉下 的時期就有很大的對比了 看到 希望整頓使用 內地的人又貪污腐敗 香港不會的 香港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嚴重的貪污腐敗 又見香港之腐敗是尚小 而中國內地之腐敗 竟習以為常 孫中山說香港沒有什麼腐敗的 大陸就腐敗得很不堪了 記得那時候是一九二幾年 他回憶一八幾年 九幾年的時期 香港的生活 那麼他就跟英國人談 良好政府 不是一人 可以造成的 要是良好管治 要有制度 所以他回到中國 才有革命的思想 現在黃禎那些戲 常常描寫香港是很貪污腐敗的 那個是戰後的社會 稍後會詳細講到 但是在戰前的香港 他在華人的社會來講 貪污腐敗是最少的 是最少的 華人的社會主要是中國大陸 當時馬來亞 新加坡那些都是英國殖民管治的 都不屬於華人的社會 真正的華人社會 只有台灣 又是日本人管治 以及中國大陸 香港當時是最自由最民主的 因為在中國大陸是滿洲人管治 在香港自從1842年 就是維多利亞女王管治 維多利亞女王管治 香港人看到英國的官員不需要跪拜 你看到英女王才單膝而已 但是你沒機會看到英女王嘛 你在香港看到警察 看到港督 你不需要跪拜 你在中國大陸 你看到怨老爺 你就要跪了 你不要說看到奇人 不要說看到滿洲的貴族 更不要看到皇帝 皇帝要相跪 看到官老爺也要相跪 未見官才打80 你在香港 你就可以找法庭去處理 找警察去處理 找律師去處理 有華人律師的 唐庭書是第一位華人的立法會代表議員的 還有何東那些華人的家族的 所以在香港是華人地方最平等的 他不像小粉紅眼中 香港是殖民地 是走狗 是二彈公民 在中國大陸他們就是滿洲的藝民 在香港人 孫中山眼中沒什麼腐敗 街道整潔 管治良好 這是英國人帶來的 在維多利亞女王時期 即使到了喬治五世六世的時期 香港還是一片歌舞聲平的 是國際金融中心 我去年就幫香港海防博物館 以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做了一個演講 我就是論述了1880年代 香港已經成為了世界金融中心 是1880年 不是1980年 1880年還是清朝 同治光水年間 光水年間 其實是光水年間 已經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了 但是 黃晶他們眼中 什麼四大探長很腐敗的那些是什麼時候呢? 是戰後 戰後由於香港突然間 由一百萬人變成幾百萬人 變成幾百萬人 回歸前有六百萬人 所以 港英政府沒有辦法有效管治香港 所以提出了 這個民主計劃 民主計劃、楊慕奇計劃又失敗了 麥理號的民主化又失敗了 因為周恩來廖承智的反對 就說哪怕給予香港一丁點自治 馬上就要武力收回 沒有辦法 讓香港有民主化 所以就出現了 管治不到的情況 管治不到 就想了一個方法叫做以華製華 洋人 因為人數小 他們沒辦法管治幾百萬的香港人 只能夠以華製華 透過香港的四大探長 去管理香港的新移民 新移民裡面很多都是黑社會 尤其是集中最初在調景領 那些根本是國民黨特務組織滲透的 譬如說新義安、14K那些 原本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 後來他們那些人一部分就遷了去九龍城 大家知道九龍城自從新界托子專條之後 一直是三不管的地方 所以香港就非常混亂 在戰後 但是同時間 港督也想辦法大力改善香港的市政 有市政局 興建公屋政策 居者有其屋政策 我也是住香港的廉祖屋長大的 我在香港的華富村長大的 所以我們也受惠於港英殖民地的時期 他是腐敗的 後來到了七幾年 終於成立廉政公署 肅貪昌廉 香港 由亂及治 就在那個時候了 就是物理號總督管治的時候 所以那些人說 香港是最後幾十年才給你一個好的日子 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在1945年前 嚴格來說 1939年前 戰爭爆發前 香港四一年 三年零八個月前 香港也是國際金融中心 華人最美好的地方 和上海齊名的 上海是上海租界的 上海其他地方 外灘以外的地方 也不是說管治得那麼好 是租界管治得好 所以香港無論是孫中山的眼中 他是管治得最好的 在英女王的時期 他在華人社會是最自由民主平等的 當時華人的社會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中國共產黨 台灣就是中國國民黨 喂 國民黨就是威權管治 戒嚴時期 香港有言論自由 香港當時有左派的報章 左派的電影公司 右派的報章 右派的電影公司 右派的學校 左派的學校 香港是最自由的 中國大陸當時還在搞三反五反 三面紅旗 文化大革命 最自由就是香港 最民主就是香港 在中國大陸 所有的都要聽黨話跟黨走 在台灣也是 台灣全部都是由國民黨控制 香港不同了 香港有民間的自治 民間的社會 民間的公民社會的形成抬頭 有民間的反抗運動 是不是? 有六七暴動 有甘禧事件 中文法定運動 補吊風潮 在香港有民間社會 公民社會 最自由最民主 最平等的 英國人基本上甚少干涉香港的政治 你說 英國人是不是高人一等? 當然是高人一等 但是比較上 台灣的黨 是高人十等 大陸的黨 是高人八等 所以 港英時期的英國人高人一等 它是最平等的 在華人社會上 當然新加坡後來崛起 新加坡是華人社會 新加坡是華人為主的政府 新加坡後來崛起 此為後華 但是經濟上 香港是最發達的 香港在戰後 經濟迅速發展 經濟奇跡 當時台灣 還是靠美國的金援 苦苦支撐 靠由南京帶去黃金 久言殘存 後來 在蔣經國十大建設80年代 才是台灣經濟崛起 成為亞洲四小龍 中國大陸更加不用說 一窮二百 禍死幾千萬人 幾萬人幾億人 做十億人 數億人 做運動 做政治運動 這個 何談經濟 在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大陸是要靠香港 和台灣的經濟 才能夠 迅速崛起 這是事實 所以無論經濟、自由、民主 懷念維多利亞女王 懷念伊麗莎八律二世 是 合乎歷史事實 孫中山也懷念 何況我們 是不是? 所以我們在講英殖民地長大的人 你說講英殖民地有沒有社會問題 當然有社會問題 有黑社會問題 飛車黨的問題 盲鏗等情況 治安不是那麼好 韓匪的問題 葉繼歡、桂炳雄 一定有問題 但是比起華人社會 他是最好的 在今天 比起華人社會 台灣自由民主過我們了 新加坡經濟遠拋離我們了 澳門的經濟曾經也拋離過香港了 當然 如今就門堪羅著了 中國大陸很多城市經濟 都不枉多樣了 經濟我們已經沒有優勢了 民主呢? 台灣的民主自由 比我們好很多 台灣有言論自由 香港呢? 香港畫漫畫 也被人拘捕 新加坡呢? 新加坡有良好管治 他沒有民主自由 但是他有良好管治 他起碼也有一個普選 這個普選你不要管他真還是假 他起碼是普選 但是他有良好管治 他真的波人自波 他沒有爺爺去管 沒有人說三道四 沒有人指手畫腳 執政是為民的 他是一個開明專制 然後 人權呢? 如今我們 給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痛斥香港的國安法損害人權 新疆的再教育刑是反人類的 我們是一國 這個必然是 共同一體 共榮共辱的 去到海外一樣被人指責 你們的政府是損害人權的 你們的政府是涉嫌反人類罪行的 這個指控是很嚴重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沒得比的了 所以懷念 港英殖民地 不僅是遺憾妄想證 也是歷史事實 歷史事實就是要橫向比較 你是沒有意思的嘛 你比較 以前是怎麼樣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是比以前進步 這樣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不是一個步驟 以前是十之茅 現在是十五之茅 大族崛起了 不是這麼說的嘛 你當然要跟其他步驟一起比較的 是不是? 你有十之茅 別人有五八之公 你就看看五八之公強一點 還是十之茅強一點 你要橫向比較的嘛 你不是說十之茅到十五之茅 就很厲害很了不起了 制度自信了 不是這麼說的 好嗎? 今天這個分享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收費頻道Patreon還有大量的讀家資料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而且加入Patreon有兩個月 《華爾街日報》免費的試讀 那麼 知識是有價的 OK 拜拜